這是你吹奏跳音的方式嗎?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下次不要再這樣吹奏跳音了 好 影片開頭這樣的跳音呢 聽起來非常的乾別 沒有彈性 對吧 因為這樣的跳音呢 你只用了你的舌頭去吹奏它 但是任何的articulation 任何的語法的變化 跟我們的氣息是直接相關的 而非舌頭 所以如果你只用你的舌頭去吹你的跳音 那它就少了氣息的部分 它就沒有辦法有彈性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吹奏我們跳音呢? 首先呢我們必須 要先去掉舌頭 做出這樣的氣息變化 好 你可以仔細看我的肚子 那我們要這樣做呢 首先呢就是模仿呢 像小狗一樣的 喘氣 喘氣的方式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肚子很自然的 就是會在每一次你把氣吐出來的時候內縮 我們就是用 一樣 這塊肚子的肌肉呢 來吹奏我們的跳音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把它套用到我們場地上面 一樣 沒有吐舌 剛剛呢我的吹奏是完全去掉吐舌的喔 你要先能夠 做出這樣子的聲響 之後呢 再加上你的舌頭 如果你能做到這樣的話 你的跳音就可以很有層次 大聲的跳音 小聲的跳音 都能夠被分成出來 就不會再是乾乾扁扁的 那剛剛講到的跳音呢 就是所謂的 另外一個更短的跳音呢 也是屬於跳音家族的 它叫做 Stacatissimo 叫做特段音 你只要在譜上看到這樣子 三角形的記號呢 就表示它是特段音 它的音的長度就要比跳音再更短 所以 依據前面的邏輯 你就必須要先能夠做到 用氣 吹出 很短的聲音 長度要比剛剛的跳音再短 一半的長度 好你能夠用氣把這樣子有彈性的特段音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加上舌頭了 舌頭只要輕輕的用舌尖 點一下 就可以了 跟氣息同時 氣出來的同時你的舌頭輕輕的點一下 就能夠做出這樣的效果 所以總結一下 跳音聽起來會像是這樣子 特段音 你學會了嗎